嗨 所以我感谢大家今天出席了 今天主要是让大家了解 是什么是e-invoice 这个什么是什么东西来的 让对大家三家到底是有什么的影响 然后要做些什么准备 当你们了解了过后 你们就要怎样去进行 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小时半里面 我们会让你知道 e-invoice的concept整个流程 到底要做些什么准备 ok 好吗 so 如果是不是因为时间上有限 我们都有蛮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 今天主要讲的e-invoice的concept 然后再给你知道些流程好吗 ok alright 可以大家看到的screen吗 应该清楚吧 ok 可以看到 alright so今天我们所要主讲的是马来西亚电子发票 就是e-invoice即将要来 即将要来临了 那么到底有什么变动 到底三家们要做些什么准备 ok 那么首先还没开始之前 我先介绍我自己 我本身我是我的名字叫Simon 所以我是在KSU Encore担任税务经理 所以基本上我我所处理的范围是关于公司的税务 关于公司税务的审计 也包括了SST SST的如何去处理如何去呈报SST 也包括了如果有一些test audit的case SST audit的case我都会去处理 包括像如果有顾客问到关于income test的advisory consultant我们都有给一些这些帮助这些服务 ok so 基本上我在这间公司已经做超过了15年 so 从之前的GSE时代 我到了现在 so 也看过了从GSE那个时代有什么变动 到今天的e-invoice 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动 我都会跟大家了解 ok 那么在还没开始之前 我想给你大家知道 基本上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根据 Linux Income Test在2024年2月9日公布的e-invoice的guide so这个guide已经去到了version 2.2版本 他有一个叫做e-invoice guidelines specificguide 这个版本最 latest的版本是在2月9日2024年 ok so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根据最 latest的版本 当然他可能还会有变动 因为 啊 关税 income test也会根据啊 不同的啊 商家们的 意见 在更改他们的所要求的东西 so啊 接下来如果有任何变动 我相信希望你们如果这个slide 有什么变动的话 你们要要先问清楚你们的test agent还是你们先了解 是不是已经是 confirm的还是会有任何的变动才去 才去进一步的啊 进行 ok 那么e-invoice的guide之前我讲的已经有了啊 等等啊 sorry 对不起啊 ok 这个是 e-invoice的guide从version 1.0 2.0 2.1 去到2.2 ok 最新的是2月9号 so大家都可以在 income test的网站 这个website那边去把这个guide倒出来 倒入下来 然后去进行去读 ok 然后下一个就是关于到specify指定的guide 这个指定guide讲的是 在一些指定的一些情况之下 transition 到底e-invoice要怎么去处理 好的 ok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先进入到底什么是e-invoice 首先先会跟大家了解 e-invoice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so 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是e-invoice 相信是吗 大家我先跟大家了解一下 e-invoice大家都知道 e-invoice是因为 你们要把货物卖给项客 或者把服务卖给项客的时候 你们就会开e-invoice给项客 然后当你去买货的时候 purchase或者是expense消费的时候 你也会跟对方拿invoice 然后拿到invoice 你们会把这个invoice的账目 进入你们的系统 做那个account出来对吧 现在的形式是invoice 每一间公司 他们都有自己的 你们都有自己的format 你们有放logo啊 有没有放logo啊 所以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invoice format 然后有些可能是用手写的handwriting 那有些时候 那你们很多时候是你们把invoice 好 从system 系统generate出来过后 你们就会print出来 然后可能就给老板签名 有些可能没有签名 那么过后就会交给顾客 或者有些是 直接在系统generate pdf 然后就交给顾客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上现在我们 现在你们用的invoice 你们怎么invoice 给你顾客的那个系统 ok 那么我们看回之前 之前啊马来西亚曾经 一段时间是啊有gst 那gst时代 也是曾经把invoice 变去了testinvoice so那时候呢 很多很多的商家 如果是gst的register person 你们都要更新系统 去换那个invoice format 但是那个gst过后呢 其实是现在变相中 那个castinvoice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又变回了现在这个method 用手写单啊 用自己的method啊 自己的自己的形式去开单 ok 那么这个invoice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ok 大家可能会讲 对对是对参加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然后啊几时会开始 那么是必须要注册 那么是不是啊要怎么样去承报 是不是要承报给呃 谁那这些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么啊我们 这里就会跟大家了解更进一步的了解 so第一 invoice其实指的是这三个点是大家要知道的 invoice首先 但是根据马来西亚 income test 他们指定 einvoice的一个format 那么就是说 接下来 如果einvoice一开始实行过后 每一个三家 你们开的einvoice 只有一个format 那么就是income test要求的format so不管今天你们现在有logo还是没有logo 还是你们是搜写单 你们过后 当变成einvoice过后 只有一个format 就是income test approved of format 那么invoice当然就是当你今天有把你产品 invoice服务卖出去给对方的时候你就要开这个einvoice ok 然后重点就是这个invoice einvoice 必须得到income test 内陆税收级的approved 和validate 当他approved和validate过后 那他就会变成einvoice 那他就会变成einvoice 所以我讲个例子 今天这个这个三家 你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们都会把 你们去买 你们你们把你们要买东西过后 通常三家就开一个receipt 或者invoice给你 但是今天可能过后三家们都要 把他invoice submit 给income test 那拿到approved过后 他才会变成一个einvoice 这个就是einvoice的那个 的一个concept ok 那么einvoice 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什么format 那基本上现在你们的invoice 已经有pdf format 有works format 或者是chepigy的format 这些format呢 是现在目前你们用着的一个格式 但是 binvoice来过后 binvoice income test只接受两个格式 一个就是sml或者是json 这是因为 只有这两个格式 就是能够被income test他们的系统 去读取里面的资料 ok 所以接下来你们invoice 不会再有什么pdf的 只是这两个format 当然这个format是他们读取 能够读取的format 到后来你们可以把它转换成pdf 所以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格式 那最主要是还是会根据sml或者json 来去去设计这个einvoice ok 那么到底einvoice 为什么我们讲内入税收集 一定要开始实行这个einvoice 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 income test讲的好处 第一 他是说可以减少你们 那个减少人工的错误 就是我们讲 因为每个人接下来你们summit的invoice 都会通过income test的validate 但income testvalidate后 他就会把你给给那个正式的einvoice 那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传 你每个人都是同意的一个发表的流程 so 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在那边发生 ok 然后接下来每个人 都根据你们einvoice要求的方式 把那个einvoice承报上去 那么你们 当你们去承报你们所得税的时候 income test就可以知道你们的 你们的收入 你们的expenses 这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那么到时你们就可以 就比较准确的去承报你们的税务 最主要是他们要求的是准确的承报税务 然后简化那个节省大量的时间 因为他所说的时间基本上是 ok 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 现在你们很多方式是你们都有根据你们自己的方式 然后现在他einvoice go 那你已经把你们的einvoice交给了income test 在income test系统他就已经是有一个记录了 所以到时候你们去承报的时候你们他他就比较 进比较快可能接下来跟那个account那方面 会比较准确一点 然后你承报你auditor report的时候 以后也是会比较准确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einvoice他们所要提倡的 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提倡这个einvoice的好处 ok 那么einvoice其实对大家 对到底是什么重要啊 基本上只要einvoice是证明你们三家们的收入的证明 就是说今天只要你们有sales 你们就要去开einvoice ok 那么他就可以承认啊这个是你们的sales 当你们要去消费 你们去买货 purchase 或是expense的时候 你们都要拿到einvoice 那个才是证明你们 是真正去消费 然后才可以获得所得税的折扣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在三家做生意时候 你们拍单出去给einvoice给对方 你们都要einvoice 让你们去消费 你们去purchase expense的时候 你们也要拿到einvoice 那么在税务上你们就可以拿到减免 ok soeinvoice 我们讲一概已经成 讲了einvoice到底是什么 那么现在我先跟大家讲 einvoice实行的日期呢 基本上 之前在budget2023年之后 政府他们的propos呢 基本上他们建议 是根据第一个这边的 就是说 100个million以上的商家们 他是在6月1号2024年开始 einvoice 就是他们要实行einvoice 那么50个million以上到100个million以下呢 是在1月1号2025年 那么25个million以上到50个million以下呢 他们是1月6号 1月1号2026年 25个million以下 那么就是25个million所有的商家 他是1月1号2027年 所以感觉上 其实当初我们听到这个einvoice的implement的时候 我们讲 应该还有时间 让大家的商家们去准备 因为大部分的商家应该是在1月1号或者是1月1号2026年或者1月1号2027年 但是在最近去年年尾10月份的一个budget 他们把这个implement的日期提前了 那么但是提前他只 for 100个million呢 延后了两个月 因为可能系统上现在还没有还没有ready 所以延后两个月 但是for那些 50个million到 100个million以下 25个million以上的商家 在中间呢 你是在明年的1月1号2025年开始 要实行你们的einvoice ok 那么25 25个million以下的商家们 你的sales啊 基本上是7月1号2025年 ok 那么我们怎样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category 你是根据哪一个哪一年的accounting period的accounting的sales 去证明你是根据哪一个fix去要实行那个einvoice 那基本上啊 income tax已经给了他的guide 就是你们必须根据 如果你们是sendium behind 你们一定有auditor report的 so你根据你ya2022年的auditor report 那个sales 如果你们去看回你们2022年的auditor report那个sales 如果你们是在看回你们是属于哪一个category 如果一些商家 他是没有auditor financial statement的 例如llp 例如sup provider 这些商家们他们是没有auditor report的 那么要根据什么 cuman去证明他们的sales 就根据你们的income tax submit form 那个sales ok 如果一些商家可能他在讲他在2022年他曾经有啊 他的financial period有变动 变成了2022年他是超过12个月的 那么怎么去证明他的sales是在哪一个category 那么我们看这里example 我们打个例子 如果今天你是你曾经你的啊 你的financial period是7月1号2021年到6月30号2022年 原本这12个月是根据这个来去定义你的sales的 但是因为你发换了管理学院变成12月31号2022年 你那一年是18个月的啊 couching report你的auditor report和tester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你们可以proportion出来12个月的sales是多少 然后才定义你是under哪一个category ok for一些新的公司呢 如果你是刚刚成立 然后你你2022年其实是没有报告 也没有成same过任何income tax 那么你就啊 根据第三个第三个category就是7月1号2025年 ok alright so 到底这里讲的是到底有哪一些商家们 谁是应该要开议invoice的 so根据income tax他们所的啊 法令所啊他们写list到的 这些人是一到十四 只要你是有做生意的 只要你是有做生意的 在马来西亚做进行的生意的 你都要开invoice ok 第一个association讲的就是那些 我们讲的znb啊 joybody management啊 或者那些啊 association person 啊那些 你们是跟什么是属于那个category body of person是包括了 啊 soul provider啊 partnership啊 company啊 那些是body of person branches咯 incest trust咯 这些人是lp partnership 这些人是只要你们在马来西亚有进行做买卖 你们都要服 你们都要根据你们的那个哪一个fade 哪一个阶段去进行去开始 e-invoice e-soul e-invoice给你的顾客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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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